好消息好消息天大的好消息啊 移民美国的非法移民有福了啊 给大家分享这么一个消息啊 说是加州为了选票彻底的疯了 然后呢给这个非法移民呢 20%的首付款然后呢免利息加免月供 这么一个消息啊好消息啊 那个谁啊 那个丁胖子金牌奖师不用去要饭了啊 不用拉着推车到处跑了可以有房子了 非法移民可以获20% 20%首付款 我刚刚我还查了一下新闻核对了一下还真有这么一个新闻啊 加州最新法案 非法移民买房 还免利息月供可获20%首付款 我靠美国大选已经拉开帷幕在这紧张的时刻各州政府已经开始积极进对移民问题 民主党大美营卯足了劲啊 首次为非法移民提供20%的首付款 零利息零月供 你零利息我还能理解零月供是什么意思 我只需要付20% 剩下的我就 都不用付了吗 但是怎么一回事啊 纳税人都知道在美国贷款很不容易 各种财产证明流水账审核 能批下来15%的首付款就不错了 还没有利息 看看 无差别啊 这是1月6号 加州民主党议会华金 再次 基础上提出了一项新法案1840法案 首次为非法移民购房时也无差别的提供20%的首付款 这还有完整的法案连接啊 在这里 2月29号颁布的政策亮点 然后居住期间不用偿还 也就是没有月供也没有利息 还真的没有月供 还真的没有利息 首付支付比例最高不超过10% 加上政府补贴20%首付为最高的30% 今年计划以抽奖的方式 来取代原来先到先得的原则 完毒的了 一个抽奖这不就完毒的了吗 啊 他们抽奖的话 一抽那都是自己的 邻居啊 不是自己的家人呢 自己内部 定的呀 这个抽奖的名额也可以卖的呀 谁给我三五万 这个美元 我让他抽到这么一个房子 别说三五万了 三五千 我都可以给他 给他的一个抽奖名额 啊 现在可以提交申请 想要购房的人 找到一家得到州认证的借贷人 递交申请 即可参加今年四月份的抽签 将有1700到2000名幸运者 获得一张有效期为60天的贷款证 啊 这里是重点啊 谁可以享受这个政策 加州非法移民 你要是持合法签证到了美国还不行 哦 你合法签证还不行 啊 加州首次购房者啊 还有 你必须 你的住所是在加州境内 美国公民绿卡 持公卡人士啊 啊 啊 或者符合特定资格的要求的外国人 比如说难民啊 需要参加八个小时的加州购房者教育课程 信用分超过一定的分数 还要满足收入 收入限额和抵押贷款保险工夫的贷款要求 年收入不超过 中位数的1.5倍啊 还必须得是 贫穷的人啊 你看这边 下面啊 极端低收入 还有中等收入等等等等 独动的公寓的 首付怎么还 啊 一套价值50万的加州房屋 受住人将得到20%的援助 10万美元就可以用于支付收付和利息 5年后 价格增长至64万美元 增值14万美元 受住人将得到11.2万美元 我靠 如果房屋出售啊 受住人需要偿还 DFA 原始资金10万美元加2.8万美元 这细节大家可以截图看啊 这个字还比较大 在美国的 可以考虑啊 这是不是给你们带来好消息了 那些北上走线的 非法移民的你们的好日子就要来了啊 哎呀 这么一个信息 那对于那些想去美国的 去吧 去吧 啊 但是去之前呢 还有一个忠告啊 今天呢就引用一位推友的忠告 摩西啊 他说 油管推特 中文的时政节目看多了 就会让人生活感觉到十分的焦虑 他们会觉得中国人已经不是 已经是不是 人大的地方了 巴不得 变卖所有 马上离开 中国是有很多问题 这一点 我比你更清楚啊 其实我也比大家都清楚 但是有些人过度渲染危机 制造恐慌 导致很多在墙内生活的人 每天都陷入忧虑之中 有两位弟兄也是这样 感觉不行了 问我该怎么办 然后 之前巴不得 马上变卖家财 房子卖了 车卖了 公司卖了 然后带着钱来日本 摩西听完以后觉得他们是被海外的这些自媒体给忽悠了 中国政府确实邪恶 但他已经成为体系 形成一定的秩序 他们割韭菜 但是呢 韭菜根还给你留着 长一点割一点 毕竟还是需要维持统治需要 但是海外的有些人 这是重点啊 海外的有些人会把你的韭菜根都给刨了 然后不需要负任何责任 所以啊 但凡有些人让你赶快变卖所有 然后给你办签证出来 那么很有可能等待的又是一轮新的镰刀 就是说出来归出来 功课要做足啊 他说现在去美国美国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 就是 说是对 加州购房者友好 但是你要知道这些人他得交多少的税啊 今天看了这么一段视频 我就很有感触啊 这是目前已经有1000多名国 国民警卫队成员被部署到纽约地铁站 在此之前纽约州州长 宣布将1000名国民警卫队员 部署的地铁打击这个 日益增长的犯罪率啊 呃这个呢 我是看了一下 就这个视频啊 一转眼看 看这些公务人员 一个两个 三个 呃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十个 啊 我这一转眼这几秒钟就看到了是10个那些公务人员 不管是国民警卫队还是安检员还是穿西服的 这些人都是要给钱的吧 你不可能说一分钱工资不发就让人过来执勤吧 啊 这在纽约你每月底增加多少的开支啊 这是在美国啊 这钱谁出是不是纳税人出啊 还有这个 美国给非法移民 优惠的购房政策 那么你得想想 这个钱谁出 说是纳税人出 纳税人出 我说 没 财政收入没有的话怎么办 可以呀 直接财政拨款呢 财政拨款怎么来 找美联储借呀 美联储给呀 货币宽多政策呀 美联储降息呀 规格结底 啊 要么是以税收的方式掠夺你的财富 要么是以这个货币通胀的方式掠夺你的财富 各位朋友们 这下你明白了吗 在美国的啊 即使是享受这个红利的 哎怎么说呢 道理都懂 但是呢 总是吃人嘴短 如果说你要是住了 这个房子啊 要就是抽奖抽到号了啊 运气好 住了房子了 投票了之后 如果查出来你投的不是民主党 估计要 搞你 迫害你 啊 今年又是一个大选年 嗯 好吧 说到这里 不多说了 难受 哦 好吧 你